Hello 各位傳媒朋友、記者朋友、全香港的事物 你們好 先來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劉馬車 沒錯 我去舉辦這一場的線上記者會 因為自己沒有錢 第一,不像中培生、中生那些這麼有錢 可以包一個亞洲電視錄影廠 搭一個鵬出來 去招呼你們這麼多的傳媒記者朋友 又不像林作那些 可以有錢到家裡大到 直接在自己家裡辦的記者會 家裡鬥韌這麼小 所以只能在這個線上記者會 在這個手機鏡頭 和你們眉目全程隔空對話 這個記者會想說些什麼呢? 沒錯,有兩件重要的事要宣布 第一,馬車 我留馬車要去 宣布要退出這個娛樂圈 其實都挺好笑的 我從來都沒有加入這個娛樂圈 我又何來退出呢? 正如渣馬說要終身禁我賽 我從來都沒有參賽 你禁什麼啊? 你禁我什麼? 你失禁啊?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我要去大爆這個 培生擂台 驚天驚人內幕 這個內幕是什麼呢? 這個內幕就是 沒錯,我想在這裡感謝中生 衷心地感謝中生去搞這場拳賽 覺得中生跟其他有錢人很不一樣 人家有錢人很財大氣粗 覺得有錢人可以呼風悶語 不會尊重人 你們經常批評馬中生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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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說 你們再說我拆中生鞋也好 我覺得很好笑 原來真是 有那句說那句 真實有心底說那句 讚一個有錢人 就不行的 一定要罵他 要攻擊他 這樣才是說 馬車敢言 原來讚他 有那句說那句 就是拆人鞋 所以香港人就是見高敗見低踩 爭人富貴厭人貧 是很可悲的 中生 老實說 無論跟他 我們私底下聯絡 或者見到他真人也好 他是一個沒有價值 亦都不會覺得自己有錢 大了不起的人 他很尊重每一個人 包括尊重我男馬車 尊重龍山 尊重周圍人 看得出的 人家需要這些便成功 人家還會運有錢 會去做善事 甚至去舉辦一些拳賽 大家如果可以留意到一件事 他請了我們這些去打拳賽的表演者 包括兩年前的林作、張志恆 到現在的流馬車、龍心、霍國、周詠恆 我們個個都是 老實說在社會上犯過錯的人 亦都是社會輿論不太好 形象比較負面的人 中生給我們這些機會 其實想帶出什麼信息呢 就是人誰無過 每個人都有自己做過錯的一些事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太好的過去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先問在座你們各位 誰沒有 只不過我們本身出名些 出名些 就是臭名遠播 好事 就不出門 醜事全千里 這世界是這樣的 特別是香港人 心態 是心理變態 心態是扭曲的 很喜歡看人家怎樣死 看人家怎樣衰 怎樣摘墮 所以這裏又要講到 為何這次找霍國、周詠恆、流馬車、龍心 我們這些人 真是成為到 這麼多報章的一個熱話 熱度是這麼高 遍地化身 真是個個個都化身 因為覺得我們四個瘋子 四個有問題的人 在那裏 拿著一塊打你們 覺得很過癮 甚至乎最想看到 流馬車和龍心怎樣在台上 自傷殘殺 打到爆光 甚至流馬車怎樣被人打死 你們想看這些事 你們心底很差 所以我覺得其實香港 應該這樣說 有八成的人都是垃圾 我所指的垃圾 是你們膚淺 加上你們心底不好 心底不好 最慘是 經常想看著人家壞 看著人家死 所以香港這地方其實是很可悲的 我們香港以前曾經有些 很有實力的人 例如羅力威一個這麼實力 唱歌 不用說唱功 每樣樂器都會自己去作很多歌 很多很好聽的歌 但因為那個人低調 很純粹去做音樂 不喜歡博出位 前幾年沒有聲沒有氣 甚至現在已經退出樂壇 還有誰呢 還有很多有實力的人 其實很多很多 密密奸雲 真是有料的 但沒有用 像我師傅 跳舞的師傅 叫Women 奧珠 在奧運奧海城沒有人不認識她 跳得多厲害 還要是 我以前跟她學跳舞 她很願意去教我們 她是一個可能被社會上覺得 哇 這是什麼人來的 但她完全 去全程去投入 用她的不新武技 我今時今日有這樣的武技 我想多謝我師傅奧珠 但她過得很不開心 為甚麼呢 因為她每天要對著那些 可能在跳舞界 喜歡把握人的垃圾 每天要對著那些人 其實呢 為甚麼你們明白 為甚麼你們這麼多人 這麼喜歡看我 龍心 周永恆 福利伯國這些人 包括剛剛 幾個小時前 我和周永恆 兩個在這裡練拳 那些人看了我們 一個多兩個小時直播 一直要罵我們 一個多兩個小時 你們這麼犯賤 是啊 我們就是博出位 因為我們要上位 我們知道 香港這個地方 這個城市 這個社會 你真是很有心去 譬如去唱歌 去做一件事 好像羅靈威 好像我師傅 是沒有用家 是沒有人會欣賞你的 因為你沒有商業價值 你沒有那個話題性 你沒有那個熱度 別人看你做甚麼 我說到這裡不好意思 我有點激動 因為我覺得這些很優秀的人 是應該在香港這個樂壇 在香港這個娛樂圈跳舞界 或者是應該生存下來 甚至應該給很多人欣賞 但是實際上沒有 至於我們這些人 這些人 這些人 這些白卡佬 痴善佬 在那裡 嘩 怎樣去癲癲喪喪 你們就喜歡看 是啊 我覺得 這個社會變得很奇型 是啊 你們 香港是沒有藝術的 那麼 鍾生醫 搞這些拳擊運動 我覺得 無論你們說表演賽 說我們怎樣去製造話題都好 香港人就是喜歡提這套 受這套 受的嘛 受的嘛 我多謝中餐給我一個機會 我會打好這場拳賽的 因為 本來我是一個喜歡做運動的人 我很喜歡跑步 跑場 做運動本來是一件正面正能量的事 我不想說希望 今次這個拳賽 我可以怎麼重新 希望大眾去社會接納我 希望證明自己 希望大家重新認識我 重新出發 說這些廢話 正如中山有一句話 No bullshit Let's go 這句話真的 很 我覺得是 我近期聽得出 最啟一發聲的一句話 No bullshit Let's go 不要這麼多廢話 做吧 香港人就是經常喜歡 說別人這件事 說別人那件事 甚至乎 個個都是思思縮縮 畏首畏尾 為甚麼 因為香港人 做每件事 說每件事 都又怕被人笑 怕被人說 又怕被這個人踩 又怕會懦 又怕 又怕 人家怎麼想 又不知道結果 會不會失敗 尖前顧後 船頭怕草 船尾又怕鬼 我去台灣 台灣的人不是這樣的 個個都很真誠地 去表達自己 去做自己 去放得開 人家不怕被人笑 你笑 你憑甚麼笑我 我就是這樣出來表演 你呢 你敢不敢 我想說 你們這些香港人 不要經常想著 很多香港人 或是年輕人 現在都喜歡 要自己怎樣型 怎樣威風 怎樣厲害 其實我想說 很多人說我 我平時出來穿 穿褲子 我穿了十幾年 有人說 嘩 很噁心 很老套 有空穿牛仔褲 我說我不會穿牛仔褲 我穿得不舒服 做人最重要的是 舒服 我覺得穿得舒服 我覺得穿得舒服 我覺得最型 最威風 最厲害的 不是說 自己真的要打扮自己 怎麼形 是你去做那件事 那時候 你身邊 或者外界 或者這個世界 每個人都會 想看著你 覺得你會衰 或者笑你賤 笑你賤 但是你仍然 真是最型 真是最型 最威風 是 是不是來了小題 不要緊 希望你們讓我繼續說 這是我的記者會 My Showtime 希望中山你也看看 或者全香港的傳媒朋友 沒錯 其實我搞這個標題 我也為了吸引你們 進來看 因為香港人就是喜歡看 挖眾水中的標題 無論現在的娛樂新聞 雜誌新聞 都是吸引你的眼球 你才會進來看 如果平平無奇 正正常常有沒有人看 我也很想正正常常 去做一個所謂的正常人 去唱歌 但是我發覺 我自己 逐了我寫了很多首 自己的原創歌 沒什麼人看 人家留言說 你劉馬車唱什麼歌 我們不是要看這些東西 你唱誰看你啊 對呀 又是 為什麼要聽你唱歌 劉馬車你又不是特別唱得好聽 你要瘋 你要傻 你要吃屎 你要跟龍心在這裏打 甚至最好被龍心打死 這樣就好看了 原來是有些這樣的東西 做一個正面的 你經常口聲聲說 劉馬車是正常的 做一些正面的 有些人這樣說 但是發覺 你們香港人 八成 甚至九成人 大部分都是想 你最喜歡就是看些負面的東西 看些不正常的東西 嘔心的東西 我們每個人都有些不好的過去 周詠恆 那個人比較情緒化 他比較低 或者跟他老婆 有些爭執 你們說他打老婆 霍哥 喜歡到處找女兒 你們又說他騙蝦條 說他淫霍 龍心以前也飛在過仙樂刀 或者他有些行為 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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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流馬車更加不用說 更加多的負面新聞 應該我快了整個口 應該可以 一部中華詞典 康熙字典 都數不完 是啊 我們都是人 我們不是什麼明星 不是什麼藝人 更加不是什麼色人 我們都是人 我們都是會犯錯 都是會做錯事 都是有人性的污點 都是需要睡覺 需要休息 我們不像那些已經被神化了 那些M字頭的組合 那些 那些組合 很不免得說他的名字 整個名字 免得幫他宣傳 M字頭的12條粉皮 有個叫阿花的人捧他們 那個人真是 一個很噁心的肥男 另一個更加噁心的人 成為現在香港的頂流 就是統治操控了整個 好像香港娛樂圈一樣 其實真的是垃圾 不好意思 我比較直一點的人 就是覺得就是垃圾 就是bullshit chicken shit 就是垃圾 dotsshit 老實說 以前我們80年代 香港有哥哥張國榮 梅姐梅艷芳 校長譚明倫 陳偉嫦 這些偶像實力派的歌手 到90年代 四大天王 留德華張國有黎明 郭富城 雙周一城 周兩八 周星馳成龍 到了00年 都有鄭兴鋒 鄭伊健 陳冠希 Staffy鄧麗欣 陳文門 Bobo 這些新一代偶像 到現在 二隻世代 2023年 香港的頂樓 竟然是這些垃圾 其實呢 就算你們怎樣去笑我們 攻擊我們 踩我們 踩到我們第二地底來也好 我自己問心一句 我見到霍國 見到周永恆 見到龍心 鍾培申 鍾培申 以前加上我流馬車 五個出來 個個都高高大大 思思正正 五官端正 哪怕你們說我們做些言行 是百家行為 因為你們想看 我們就是這樣呈現 那樣東西 露肌肉 排骨車 又 踩下踩下 霍國呢 就在這裡引笑 其實呢 他就 刻意想和我們保持 他就是 他想刻意 我不是和你同一類 但其實實際上呢 霍國 你不要這麼假 你不是和我們同一類 但其實本質上 你和我們都是同一類 你知道我講什麼 那 五個我們都高高大大 也都是 走出來有個魅力 有個台形 如果 不是因為我們以前的負面新聞 或者如果不是我們 很喜歡堅持 要做一些所謂的白家行為 那些瘋子 那些博出位的行為 那些搞笑的行為 那些瘋狂的行為 難道我們五個不能夠做天王巨星嗎 以前有四大天王 現在我們 其實中山都可以 考慮開一間娛樂演藝公司 簽我們四個 捧我們做四大天王 四大天神 這個陪生的四子 他們有什麼十二子 我們四子 我們一樣可以搞好香港娛樂圈 我覺得憑我們四個的流量 感染力 號召力 實力 財華 各方面 除了拳賽之外 其實我們四個各方面 都有自己很優秀的一面 亦都是為何這個拳賽 我們這四個人 特別是我和龍心 兩個傳奇人物 白卡界的始祖 白卡天王 去對打 那麼多人 在那吃花生 所以其實 好明白 也都看透這一點 當然你們很多人繼續在這裡說 哎呀 樓馬車 鍾培生 給你一點錢 就可以找到你做小丑 是的 你們再說什麼都沒用 起碼鍾生 看得起我 給我一個機會 做小丑 你們連做小丑的資格都沒有 因為鍾培生都不認識你們 這些垃圾 是的 鍾生 我很明白 其實我在他的心目中 在他的眼中 可能只是一件 用完職器 今次拳賽完了之後 我沒有了那個利用價值 以後不會再疏 甚至乎以後不會再找我 有什麼合作 有什麼找我搞 很明白的 我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 正如今天我看到三文報紙 東方日報 明報和星島 我的篇幅都是最小 我的照片最小 我的報道是最小 而另外那三個人 無論在各方面都好 或者我的流量是最厲害 最高 但是我的商業價值 是最低 暫時 所以鍾培生 霍國這些 就算見到我 可能都會 有些看不起我 甚至乎有些 大家看到我拍片 中生 都會 哎 要馬上走 也不想和我說多一句 或者 不想和我 有多一些交流 或者什麼 因為如果我來劉德華 他一定不斷黏著 不走 不斷 霍國之情 霍國之情 哇 大家明白 如果我來劉德華 現在我的位置 只能夠見到霍國 見到中生 我也很喜歡他們 也很欣賞他們 所以我才會 霍國 鍾培生 中生 很喜歡他們 周永恆 哪怕龍心 我也很欣賞他們 我也很尊敬他們 我也會想和他們拍片 但是 這個世界是說不來的 終有一天 即今天我要去黏著別人 我要去別人給我機會 或者有一天 別人需要我給他們機會 或者有一天 好像劉德華一樣 人人都真的 哇 要 摸過來和你去拍照 現在我的價值就是這麼低 我的位置就是這麼低 人最重要是明白 知道自己這個位置 那你就 好去把握現在 所有的機會 你現在所擁有 可能一個 只不過 在條件之內 去創造自己的最大的價值 就只能夠這樣 看餐吃飯 我講了很多話 不知道你們明白嗎 也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得入耳 但我想說的就是 各位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記者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我是劉馬車 我在你們眼中 在你們心目中 在你們腦裡的形象 就是一個神經病 一個不受控制的人 甚至乎 不知道是甚麼人 一個怪物 一個怪物 一隻怪物 真正想我好關心我 想我好支持我 的人 可能只有百分之零點一 很明白 很明白 但我也很想很想 很想很想 多謝鍾先生 鍾培先生 起碼這個現時 都能夠給我一個機會 我做 一個condom 做你的condom 仍然願意給我一個機會 我做condom 對 沒錯 香港這個 生態環境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先出位 你先去上位 你不能夠很純粹 很低調去 專注你的興趣 專注想去做好一件事 最好的例子 羅力威 我師父 烏文 因為你在人家眼中沒有價值 沒有任何一點點的價值 哪怕你很優秀 你唱歌唱得很好 你作歌很有才華 你跳舞跳得很好 你很用心 我還要說一件事 羅力威和我師父 是一些心理好好的人 但香港你原來 根本就不需要這些心理好的人 他們需要的是 他們喜歡看的 或者願意去 他比較想去關注的 是一些 現在的香港的頂樓 不懂唱歌 不懂跳舞 他的樣子很噁心 整個噁心 但是他有商業價值 很多的狗屎垃圾 會是會喜歡他們 捧到他們上神台 是的 都正常的 狗屎垃圾 喜歡一些狗屎垃圾 但是真正有實力 有才華的人 反而沒有什麼機會 而這個道理 我在十幾年前 我已經十幾歲 就已經知道 我那時候就知道 我一定要出了衛星 我才能上衛 我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想去唱好一首歌 跳我一隻舞 拍好一條片 或者講好一段話 或者去做一件事 我去跑步 之前我 跑渣馬 我沒有報名 是不對的 但是我認認真真 跑完那個渣馬 我認認真真地去 完成這個賽事 我想帶給別人的訊息 都是 大家去多些跑步 也都願意堅持的話 你一定都可以 撐到終點 但是反而出來 就是流馬車騎傑馬拉塚 流馬車 嘩 搞事啊 只是會把你最負面的東西 放到最大 一定要你死的人 我很清楚 人性 因為我給你們任何一個人 都了解人性 我經歷過最痛苦的 痛苦的事 也都感受過 體驗過最絕望的黑暗 所以 真正明白我的人 自然會明白我 不明白我的人 我又何需要解釋這麼多呢 在這個物欲還流 在這個利益行線 理智當頭的社會 人人都是耳魚我詐 人人都是 你價值大 我又欺負你 你毫無價值 但你心底很好 沒有人會想去接觸你 或者你外界的聲明很差 你比較做事 比較破格 平日經常流露七 但你真人很有內涵 很有深度 很有實力 也很好 別人都不願意接觸你 不願意想去 了解多些你 因為別人已經定格了你 標籤了你 甚至他都很喜歡你的 但他身邊的人都不喜歡你 所以他就不會喜歡 沒有辦法跟你走近 沒有辦法給你機會 那麼你們說 鍾先生 喜歡去做兼密 做話題 也好 他起碼是實實在在 願意給我們機會 我們這幾個 聲名狼藉 算是負面的人物 KOL也好 網紅也好 你們說我們 什麼都好 給我們機會去打這個拳賽 去宣揚這個拳擊運動 去宣揚一些信息 就是每個人都犯過錯 我 但是不是 但你們難道沒有犯錯 你們就這麼清高嗎 鍾先生是一個 很有智慧 也很有眼光 而且心地很好的有錢人 當然他有自己的心計 他找得我立馬車 但是我一定會打到這場拳賽 亦都想跟宣揚說 我也很多謝你跟我說的聲音 加油 然後我在這裡想跟大家說 我打倒完龍心之後 我下一場 我要打倒你霍國 然後要打倒你鍾培生 最後終極挑戰 宇宙最強恩子丹 唉 鍾先生 給你一點點錢 留馬車 整個乞丐那樣 唉 真是 沒有點不起 Hello 我是 我是 武藏元 蘇黑衣 那個乾弟 武藏元 劉黑衣 謝謝 香港 這個垃圾地方 就只能夠出些垃圾 真是有實力的 有抱負的 有才華的 有心 的人 沒有機會的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記者朋友 我這條片其實都相對來說算是正面 所以你們應該沒什麼寫的 看完就算了 不會有流馬車在這裡吃屎 自殘的畫面 沒有什麼內幕 那就是內幕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香港的四大瘋魔 我們的培生五指 其實 有很多大佬想簽我 大家都知道 包括 楊秀成 李嘉誠 樂易寧 等等等等 有很多人的大佬想簽我 那 但是呢 我今生今世只會跟領中生一個 我甚至乎願意簽買生契給你 這一世就是想跟你做事 在你身邊跟你學習 因為很多謝你 在我最低潮低谷的時候 給我這個機會 去 希望可以用這種運動 去灌輸 去 傳染一些 正面的 情緒價值 給大家 多謝忠先生 多謝大家 我是香港的傳奇人物 林馬車 多謝 這個是明報的 娛樂新聞報道 很小 我跟龍心 霍哥都大一點 最大周永恆 唉 這個是 星島的 約生物 只有一點 東方簡直 沒有 唉 有 人 有 在 我 有